你好 欢迎收看7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渊汝 7月27日 花莲县府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的 基尔30人道救援行动 今年以反转为基 就要现在为主题 由县府各局处的同仁自发捐出一日餐费 共募得新台币23万2900元 要帮助花莲的弱势家庭 而县长徐珍蔚代表府内的同仁们捐出餐费 希望抛砖引玉号召社会大众一起来关注 活动一开始由嘉南美的幼儿园热情活泼的小朋友们 可爱唱跳出对未来的期盼以及祝福 现在许终会感谢县府同仁们的散举 因为大家一点一点的付出 支持展望会有机会能够服务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市展其实对于花莲县13江镇我们的很多的弱势族群 弱势的孩子们给予他们相当相当多的温暖 无论是花莲县政府的委托方案 或者是我们来自于各地的捐款 我想市展是做了一丝一好都不浪费 捐低都用群引爆 捐低都善用 所以我要再次谢谢市展 市展也承担起每一个社会上每一个家庭 还有社会上安定的力量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看见 所以再次谢谢世界展望会 我们试试给世界展望会默默的付出 永远在社会安全网里面付出奉献 把那个网张好张满 而且不落到不落掉任何一个人 基业三次活动资金已经卖入第32年了 多年来凝聚台湾民众的爱心和力量 开启国人关怀世界需要的行动与视野 让国内外社会感受到台湾之爱的关怀以及温暖 透过民众的爱心捐款 援助国内外天灾以及气候变迁 战火暴力冲突 粮食短缺 救援足迹遍复全球各地